今天时尚明儿会的焦点人物 我们访问到的是 大家好久不见 但是他已经从 演戏优儿则导的导演 就是苏友鹏 友鹏你好 Stephanie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友鹏现在看到你 真的好难得 我们好想跟你说 你多回台湾一点 有回来 有回来 我家在台湾 好啦 他是 因为我其实要花一段时间 去适应这件事情 你知道 我每次回来参加活动 只要有公开场合 大家都会讲 难得看到你 欢迎回家 我觉得 我常常有回来 你常常就静静地 回到你家中 只是没有公开场合 好啦 今天要谢谢Omega 如果不是Omega的话 因为您担任活动嘉宾 而且您的气质 冒险犯嫩的精神 怎么跟当年的太空人 对不对 应该是有一些些许的match 所以今天参加 Omega这场活动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 其实还蛮开心的吧 我觉得 就是能够跟Omega这个品牌 能够有合作 然后也只有这样的机会 回来跟大家打招呼 所以这一次 真的是还蛮长时间没回来 之前就忙我自己那个 第一次做导演的作品 这样子 哇 你第一次 处女座的导演 他就可以卖在 中国大陆超过二十亿台币 好厉害喔 你怎么做到的 很多天时第一人和啦 我觉得票房这件事情 可能也不是评断一个电影好不好的 成功为一个唯一的标准 那在我自己的立场 因为我自己导演是新人嘛 我就是把我自己的部分做好 尽量把这个电影尽量 把故事做好 把这个作品做好这样 那当然我觉得 你很努力做一件事情 那我觉得它的结果 必然不会太差 能够到今天的成绩 稍微有一点高于预期 这样 那我觉得跟就是遇到好的电影公司 本来并不是你预期当中 是想要当导演 因为有的人 其实他就会立志 希望Sunday当导演 这个其实没有 现在在工作上 其实还蛮水远的 当初是电影公司找到我这样 一开始其实我也不太反接 就这样找到你 因为我不是学导演的 那你怎么会呢 不知道 其实后来看那个小说 卓尔在大陆 其实还蛮有群众基础的 对 它是非常畅销的 青春文学的小说 对 其实它的故事蛮好看 然后里面有一些 我自己有兴趣 我觉得可以深挖的一些东西 讲就是一个 传统定义里面的好女孩 然后还遇到了 认识的小镇上的一个坏女孩 然后她从此想学坏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大家在 尤其我 我又是乖乖虎出生 对 听他讲的 我现在都不敢乱提 所以在那个承长过程里面 就是一丝不苟的乖乖虎 从小就是品学兼优 但是你也真是想学坏吗 对 我觉得那个 就是内心里面那些 都会有吧 我觉得 所以它也贴合到底 我自己成长里面的一些心情 那我就觉得它还蛮 适合挖掘的讲的 然后后来 后来就接下来这个挑战 可是当导演 你要看很多 从故事啊 敬畏啊 要不要教他们怎么演啊 怎么诠释 很麻烦 很麻烦耶 当导演比想像中麻烦 你一定要想一下 你中间一定碰到很多压力吧 你怎么克服啊 嗯 不知道耶 加倍的努力吧 我觉得 尽量把很多东西在 实际开拍前要尽量想清楚一点 那你怎么觉得 我想超多事情的 超多事情 讲两件嘛 什么事情是你克服的 你觉得不可能的任务 就像Omega的月球的 不可能的任务 对 平牌精神演示 你说什么 对 那这个平牌精神演示 See 对 分享一件事吗 基本上导演就是一个 问题解决机吧 我觉得 就现场所有的各种突发状况 各种问题都要来问导演 你不觉得以前当演员 其实很幸福 是 现在才发现 是不是 以前就是演好自己的角色 而且大家伺候着你 现在导演 其实要身兼 八百只吧 要比较 需要懂得沟通吧 然后脑袋要比较清楚自己 要什么东西这样 要比较顾全大局 因为我们这次那个戏的 演员的 整个故事年龄层比较轻 那它会发生在 高中到大学这个阶段 那一般线上的演员 我们在这个年龄段的 能够撑得住的电影演员 其实几乎没有 所以我们就很大胆 基本上用了几乎全新人 那全新人他们不太用装嫩 对 可是比较大的困扰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表演上 比较没有经验 真的嫩 所以就在这一块就 这也是真的嫩 所以在表演上 在现场大概花最多时间 在这一块 不过还好 因为我之前自己对表演 还算比较懂这样 然后在前期的时候 我基本上每个人物 自己大概在家里面 都演过一次了 所以在现场的时候 还满神经 真的精神分裂 通常戏可能有 两三个不一样的演员 我一下就站在他的立场 一下他站在他的立场 这个好有趣 我好想看到那个时候的画面 超神经的 跟两个人完全讲不一样的话 真的 我觉得这次对你真的是 很大的演技挑战 平常在 对不对 你当演员的时候 还不用在同一部戏上 一人分饰多角 这次在拍之前 其实我有去请教一些 比我有经验的 就是一些前辈 一些导演 包括那时候 有成者 斗岛 斗岛有那个波控 跟我见面这样 然后跟我传授一些他的经验 是 那时候有跟我讲 就是说像 其实因为 但导演要管全部的每个部门 可是事实上他们 其实每个部门都还是专业 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支持你这样 是 他说导演就交戏 别人没有办法支持的 就你其他人 你不可能叫美术来帮你交戏吧 你不可能叫摄影师来帮你交戏 这一块是自己一定要摸得很清楚的这样 那这一块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你的本业 而且你是从高中时代 对不对 演到现在 对 所以这一块算还好吧 所以我前期稍微功课做多一点 还算还算可以 这样听起来 也怪不得有一些演员 他可以真的是眼而优责到 那其实你的这些演员 因为你交的部分 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启发嘛 对不对 他们其实也会比我一些回馈 像其中演员也是杨阳 对对对 现在超红的 对 所以他也是 可能搞不好 你也是他的启蒙老师 他自己其实本身 有表演的根基 那在现场的时候会 因为他也是初音座的 所以他对自己的表演 其实也很 要求很高 所以合作还蛮好的 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想法 接下来就 被迫退居幕后吧 现在是没有人找我演戏 都找我导戏 对 你知道要导戏不容易 对不对 什么叫做被迫退居幕后 你真的也太可爱 太谦虚了吧 所以你在筹组 你的第二部电影 对不对 筹画 对 现在开始前期的筹画 可以小透露一点 是什么样的题材吗 是一个跟竹尔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子 然后就是也是 大家很熟悉的 国外的小说这样子 所以会花比较大的功夫 在叙事方式 和那个剧本的改编上面 是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 可能播出去以后 就是大家一定很惊讶 怎么可能叫没人找你拍戏 这位苏永鹏导演 不过现在确实是 就是找我导戏的比较多 出乎意外 出乎意外 但这也对你人生而言 就是另外的一条 很棒的康庄大道 一条路 那不知道你对于 你自己的时尚style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 自己的哲学理念呢 看场合吧 我自己本身生活里面 还是比较 我觉得 休闲舒服为主 然后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的时候 可能会穿得比较真实一点 OK 那表呢 你都怎么样 按照不同的服装搭配手表呢 还是说你觉得对男人而言 其实就是你自己喜欢的品牌 或者是你觉得最 match 你个性的手表 对 我觉得表对我来讲 还蛮重要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跟人 今天这个表也好漂亮 是啊 来秀一下吧 今天这个是今天活动的 主打款 Speak Master 是的 这是1962年的时候 第一支进入外太空的手表 所以我朋友 你这支表是第一支 登入外太空的表 是的 这支表 是当年的复刻板 不是他本人 当年的复刻板 也是现在能够在你手上 而且因为这支复刻板 在你手上以后 它就变得非常的时尚 而且这样子 大家都好像可以一圆 自己也是太空 自己也是太空人 对 当然除了它的那个 历史意义之外 我觉得它有 大家可能很少 真的去想过吧 就是当你在外太空的时候 你是整个磁场 包括那个引力 的那些物理条件 通通都不一样 那时候你对周表 要怎么运转 对 所以这支手表 在那个制表供应上 是特别讲究的 它听起来好迟到 就没有借口 只是我朋友 你说 不能随便迟到是吧 因为这是最高精密的计算 对 了解 OK 那有朋 你的环珠格格的形象 真不好意思 实在升职人心 到现在台湾的观众朋友们 可能搞不好 都还记得 你是长那个样子 你永远不会老的 就觉得我不应该长头发 觉得这应该是假发 他长得很可爱 有道理 那个完全造型不一样 可是你知道 你那里面的头发 我们都不会 我们都好像忘记了 你在中国这么多年 那你都忙些什么 赶快透露告诉我们下 因为我们在台湾 观众都不知道 你都忙些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 不工作的时候 跟大家都 交女朋友 不一样 这一题话题 我看他要怎么回答 这没有花什么时间 还好 这没花什么 OK 好 大部分其实还是 花了蛮多时间在工作 你知道永朋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路 很多时候 也不见得是自己选择 但是因为你从高中的时候 念剑中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一头栽进了 演艺圈 OK 娱乐事业 到现在 你会不会后悔 还是你还是觉得 这条路就是你想要的 其实还蛮多阶段 中间蛮长的时间 都会常常有不适应的感觉 是哦 所以后来就像你讲的 我觉得也改变不了 就接手了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是非常有很多 你的想法 但其实拍戏本身 不是我们一般看到的 这种光线亮丽而已 我觉得拍戏 有很多时间都在等待 如果做演员的话是 对不对 以前做演员的时候 我不太知道 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现在自己做导演就知道 现在很多东西要瞧 终于体会到 原来要瞧对不对 对对对 那像现在 因为你做了导演 对你人生的历练 也有很多不同的影响 我觉得作为导演 其实有很多 就像你的这些知识的整合 对 那你才刚从英国回来 对不对 你非常喜欢旅游吗 还蛮喜欢旅游的 我觉得它是个调试吧 那在英国有没有让你有什么 不一样的收获 没什么特别 因为那个地方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去 对我来说 我就想要 没有 因为之前 主要这件事情 大概整个紧绷的状态 维持了一年多吧 从之前 因为自己是新人 我觉得要更认真一点 然后从前起在摸剧本 然后到后一直执行 到后来后期 然后一直到上边做宣传 中间从来没有停过这样 然后后来就觉得整个人有点 紧绷得有点过头了 有点 对 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 平凡人的生活吧 所以出去过过生活 这只有大明星 对 宇宙巨星才能想说 要过一下平凡人的生活 因为你从高中的时候 就开始没有过过 没有 就不要有工作了 你就没有过过平凡人的生活 对不对 在你小时候 很多观众朋友们 你们一定还记得 你们那时候真的 你们这个珊瑚 那时候真的是万人空巷 你们真的是造成台湾多大的旋风 那时候很小 对啊 可是那时候其实 对不对 那个路每个人学的不同 就是你要不要继续升学 对 然后工作 那时候很困扰吗 那时候也没有很困扰 那时候因为一开始其实算是 但是自己那时候也爱线 也有明星梦 然后后来没有想到 小组队会有这样的成绩 然后 所以后来的时候 那时候兼顾其实还蛮辛苦 因为个性里面也还蛮 你还把书念完 真的了不起 个性里面因为也还蛮不服输的 所以就 公司其实一度有劝退 就觉得如果你那么爱念书 你就回去念书 真的啊 真的啊 那时候因为常常跟公司讲说 就希望能够不要耽误学 对 可是后来 就不一 就想办法撑下来 恭喜你 谢谢你撑下来 才能够让我们看到 卓尔这么棒的作品 OK 谢谢 然后也谢谢你撑下来 让我们将来还有更多的作品 等着你跟等着我们大家 观众朋友们期待着 谢谢 好 今天非常谢谢 友鹏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希望你真的 不是只是当活动嘉评的时候 才能出现 随时随地不要忘了 台湾是你永远的家 是 OK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事后和在大陆媒体工作的朋友们 聊到和苏友鹏的访问 他们也都称赞 卓尔这部片子是近期看过 最棒的华人电影 苏友鹏现在是真正的票房导演了 乖乖虎的外貌始终动灵 穿着简单时髦的黑白西装 出席Omega活动 就像灯月表的不花俏外表 实际上是经过千锤百练 他能将剧本的每个角色都交到明星 而自己更鲜眼一遍 愿意去累积与肯坐的心态 着实让人佩服 也希望我们能在台湾 也有更多的机会看到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